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看到台韩版天堂M10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期待的韩版 骑士技能二度调整 第一个是神话技能先锋 它增强了觉醒状态的buff 第一个是增加持续时间 第二个是增加了PVP伤害减免 免疫屏障消除跟屏障破坏 第二个buff是增加了红晕晕晕晕的额外能力 就是昏迷时伤害减免增加的属性 再来下一个buff的技能是反击屏障大师 它又再度消减了屏障被破坏的几率 然后最小的反击伤害跟攻击者的伤害层一定比例增加 也就是说如果你攻击者的伤害越高 它的反屏伤害也会跟着提高 再来下一个buff的技能是转发 它新增了两个能力 第一个是提高冲刺后中断的发动率 第二个是提升冲刺后中断的冲晕时间 再来下一个技能自豪 它的buff就比较有感了 第一个是它删除了使用的施法动作 第二个是在引斗状态下也可以使用 第三个能力就比较强了 它施加了一层幻影效果 它可以额外增加移动速度 并且忽略移动碰撞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类似死神的鬼步一样 它的能力又会比鬼步更可怕 因为它的cd时间只有几秒 然后它可以一只冲刺一只穿人 最后一个是白技的开怪技能投资 在杀死敌人的时候可以重置冷却时间 可以在范围内使用武器 被投资的目标debuff的时间会增加 然后也会加强你对那个目标的额外伤害 然后其他的修改部分有第一个 傲慢技能的增强 再来第二个修正式技能的冲突 拆除和投资的技能 它无仿在射程外使用投资的问题已经修复了 第三个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直播上有看到的 拆除的动作会很不自然 而且会卡卡的 这个问题它说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就等更新之后 一起开上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好以上就是函版这一周的技能更新重点 再来我们看一下台版这周的重点有什么 台版的重点我觉得只有一个吧 就是这个奇言商人的交易品 这是一个台币礼包 里面的重点就是有欧灵的饰品强化卷轴 这个卷轴其实是大家敲碗已久的 那在这一次骑士改版更新之后又新增了许多 加五的饰品收集品 所以这个卷轴就变得相当的重要 如果你有需要的记得把这个礼包买好买满 然后台版的TJ资讯也在今天晚上发布了 我们的改版时间没意外的话会在10月9号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吧 我是丁丁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